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零星的阳光厨房 前几天做披萨呢,就让我想起了 其实披萨是起源于中国的馅饼 这构起了我的思乡之情 我决定做一个中国传统的馅饼 那么今天做的是牛肉胡萝卜馅饼 牛肉和胡萝卜是天生的一对好搭档 那么我准备是一斤瘦牛肉 然后三根胡萝卜,三根小葱 非常简单 我们先把面团和一下 和面的时候呢,我一般都是用这种 就是瓶装的纯净水 这样面和出来更细一点 像用一个筷子,一点一点的倒水 然后一边倒一边搅 用两个手呢,把它往一起合并一下 合拢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控制住自己 往里面这个加面粉的欲望 因为它虽然有一点黏 但是你稍微揉一下呢 这个黏的状况呢,会逐渐的好转 那么牛肉呢,和黑胡椒呢 是天生的一对伴侣 所以我们呢,不要把它们分开 在所有做牛肉的菜里面 都要加很多很多的黑胡椒 你甚至可以不用加这个葱姜 都一定要加黑胡椒 然后呢,我再放一些这个海盐进去 之后呢,就是要放,我一般是放红酒 但是放料酒也可以 如果你家里有喝剩下的红酒 那么倒进去 跟这个牛肉呢,也是很好的一个搭档 然后我们用筷子呢,把它给搅开 好,现在我加一些这个我炖肉的汤 放进来,把这个牛肉馅呢,搅拌一下 你可以加牛肉汤或者是鸡汤 如果你家里不是清蒸的话呢 你甚至是加这个就是炖猪肉的汤呢 也可以 肉馅我经过这个高汤打了以后呢 你看大家看它已经是比较湿润的样子了 这个时候呢,我来添加这个调味料 我先放一点这个五香粉进去 五香粉,然后这个是蒜粉 之后呢,就是我要放酱油 那么我个人比较偏好放一点老抽酱油 因为老抽酱油不仅是上色 它的味道呢,也比较浓郁 先放一勺老抽 因为它颜色有点适 之后呢,还有两个也比较重要的调料呢 一个是蚝油 还有一个是辣酱油 辣酱油呢,也会让这个牛肉的味道更鲜 再放一点蚝油 辣酱油 再搅拌一下 然后搅拌一下 关于这个肉馅的调料呢 其实你可以根据你个人口味的喜好 比如说你如果喜欢偏甜一点呢 你可以再放一点糖 因为糖和牛肉呢,也是很好的伙伴 那么他们在一起呢,就是糖会让牛肉的味儿更鲜更好吃 小葱我们把上面的头去掉 去掉以后我们先从葱白和葱绿接的地方切一下 因为如果葱比较大 它就比较粗的话 你要从中间给它剖开 因为放在包子的馅 就是馅饼馅里的时候 你要把它切得稍微的细一点 切成像这种小豆瓣似的这样的 好 我们擦到最后这个胡萝卜就剩一点的时候 我建议你就不要再擦了 因为你再擦下去很容易擦到你的手指 我一共擦了三根胡萝卜 然后把它倒到这个肉馅里 还有刚才切的小葱也放进去了 好 我们把这个胡萝卜小葱还有牛肉 把它搅拌均匀 把胡萝卜小葱放进去以后 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点盐 因为胡萝卜小葱之前是没有加过盐的 现在我们在案板上放一点面 我们现在准备包馅饼了 把刚才我的面团给它拿出来 在这儿得稍微揉一下 因为我这个面团的比较软 好 我们把这个面再稍微的揉一会儿 揉一会儿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给分成四份 然后其他你不用包的呢 就先还放回去 因为这个面很容易干 还拿这个保鲜膜给它盖上 然后这块面呢 把它分成三份 弄成长条形 然后等分成三份 切开以后呢 我们再把每一个小面团呢 稍微一直沾一点面粉 再揉一下 揉成一个小圆球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 擀成一个包馅饼的 或者是包包子都一样了 就是这种皮 下面放一点点面粉 那擀的时候就这样 压一下 然后左手把它转一下 右手往前压一下 左手转一下 那如果你不会这样包呢 你就这样擀也可以 就是擀一下 然后转一下 擀一下 转一下 那么我们争取呢 就是让它这个边呢 要薄一点 中间厚 这样包的时候呢 这个包子的 这个面不容易破 好 我们已经擀好一个馅饼了 包好一个 我们再来擀一个 你可以这样转着圈的擀 如果你不会这样擀呢 就这样擀也可以 就这样擀一下 转一下 擀一下 那么擀好以后呢 你把这个周围这一圈呢 再擀的稍微薄一点 好 我们拿一大块这个馅过来 放到这个皮的中间 我这个有点多了 还得放回去点 因为太多你就包不住 周围呢 要留一个相对比较宽的一个边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两个手 把这个周围给它拖起来 拖起来以后呢 用右手这样捏 捏 之后左手呢 转 右手捏一下 左手转一下 右手捏一下 左手转一下 如果这个馅太多 你就用筷子往下压一下 我这个馅放的比较多啊 这样再捏 再捏 再捏 再捏一个折 捏到最后 这就是跟包包子一样 然后稍微的 把中间给它拧一下 这样它封住 然后我们放到案板上 用这个手掌的这个地方 压在中间这样 轻轻轻轻的 稍微转一下 这样往下按 把它按平 按成一个小馅饼 OK了 注意这个中间呢 就是不要把它按破 好 我们把火呢 开到中高火 然后在锅里呢 倒上这个油 油呢 要稍微多放一点 这样那个饼呢 就是馅饼烙出来呢 它比较香 因为如果你有少呢 干烙的话 这个饼皮呢 比较硬 油一定要把这个锅底呢 都给它盖住 好 现在我们让这个 油温上去以后呢 再把馅饼放到锅里 好 现在我们把馅饼放进来 这个馅饼 不要放得太拥挤 因为太拥挤的话 它之间呢 没有空隙 它这个空气 无法蒸发上去 这个馅饼 它这个不容易 烤得比较 不容易这个煎的焦 可以把锅盖盖上 好 现在我看下面这一层 已经有点焦黄了 那我们就把它翻过来 看很漂亮这一面 来继续的烙另外一面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看 馅饼的底下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这个火和锅呢 它不一定这个 传出来很均匀 所以可能有些地方呢 比较 已经比较熟了 有些地方呢 还不太上色 这样你可以把这个锅呢 调整一下位置 转一下 好 现在这个馅饼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拿一个厨房纸巾呢 垫在一个盘子上 这样可以稀一点它的油 看这个馅饼金黄色的 非常的漂亮 非常香 这个牛肉馅饼出锅以后 香极了 小朋友们都着急吃 于是我就从中间呢 切了一刀 这样呢里面的热气 比较容易散出来 就不会烫嘴了 鲜嫩多汁好吃极了 有机会的话 你也可以试一试 谢谢你的收看 下期再见